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现在也没有感觉好一点 公司那边怎么样了 公司已经稳定了 您放心吧 谷言呢也被撤职了 谷董事长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已经病倒了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安心出国治疗了 这次呢 我和Chris会一直陪着你的 您放心吧 你要是不放心公司的话 我可以请职业的代理人来管理啊 而且 叶婷和云帆也在公司 他们也可以监管的 等到你病好了 我们就立刻回来 那 你要是 不说话的话 我就当你同意了 我现在给云帆打电话 蘇贝 你能不说吗 我不想听 蘇贝 我很珍惜我现在的生活 就是因为太珍惜了 我不想冒着不确定的因素 去冒险做手术 你都听到了是吧 那你就应该知道 不做手术的后果呀 你忍心丢下我跟Chris吗 我当然不舍得 就是因为太不舍得 我才不敢盲目 把自己的命赌上 怎么会是盲目呢 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医生啊 你不用担心的 陆南 我求你了 我们去做手术好不好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我们还有时间犹豫吗 你口口声声说你在乎我 可是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一天不做手术 我就每天得提心吊胆地数着日子过 我时刻害怕 你哪一天就突然走了 你走了你是解脱了 可你没有想过 留下来的人才是最痛苦的 蘇贝 蘇贝 你只能担心 你只能担心 我看好 你… 我看你 感谢观看